開始的這個上限是 每週15萬人次 那 檢驗的方式還是維持從今天開始的 這個四季快篩 那麼交通的部分 那開放各種的這個交通 如果沒有症狀也可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我們的防疫的相關的規定會越來越 鬆 那因為我們要跟病毒真正的共存 那要回到正常生活 那會趨向比較鬆的部分 那很多部分都是要靠大家自主 做自主的管理 那我相信以我們國民的素質都可以做到 這一點